在金沙经营35年的我家蛋糕面包店 曾在民国79年接受过一个制作20层蛋糕的特别任务 当时京东师五营一连的阿兵哥庆祝 经过多年老板意外翻出这张贴在墙上20层蛋糕的旧照 一直以来希望能够找到这位订蛋糕的营辅导长 邀请他从游金门品尝他新开发出来的蛋糕 所以分了四五次的车子运送然后再把它铁好 我家蛋糕店就在金沙戏院前 现在大部分制作面包 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高粱酸白菜咸蛋糕 以及高粱布朗尼 若要订购生日蛋糕还要先预定呢 不过早期老板乘以一座20层的蛋糕在地区造成轰动 照片中的阿兵哥也就是老板黄一熙所要寻找的人 就是很感谢这个营辅导长他来帮我们创这个记录 就是20层的蛋糕 那时候做这个20层蛋糕也是很考虑了很久才接这个订单 那已经从民国79年他订了蛋糕 然后退伍之后 那我们就很少联络 已经失联了 后来找到这个照片 然后想说邀请他能够再回到金门就地重游 那一直联系不上 那我就在脸书发布那个 发布那个照片 然后要学习这个葡萄长 帮我们找一下这个云葡萄长 然后请他来再品尝一下 当时的那个 当年做的那个国炸米野蛋糕 然后我们也有新开发的一个酸白菜蛋糕 也让他一起来品尝一下 民国79年某天接到了这个20层蛋糕的订单 准备要为连上30多位生日 退伍破冬的弟兄一起庆祝 老板全家总动员 竹竹忙了两天才做好 为了避免蛋糕有所散失 除了在立架时要特别的小心 还在蛋糕上绑了两条绳子 以确保蛋糕的安全 有一位真什么新弟兄 他那时候刚入伍 他也好像也钓龙钓到别的单位 所以他没有跟他见过别 但是他是同一个连上 他有来我们店里找我们 他说这个营布操长是他们连上 但是他没有碰过别 我们制作这个20层蛋糕 花了两天的时间 然后运送 因为刚好在附近而已 所以方便运送 最困难的也是在叠这个蛋糕的时候 因为20层那个高度很高 你如果那个丝根柱子没有对好 很容易叠到上面就摇放就倒下来 所以也是要很小心 他这个那时候蛋糕好像一万八千多块 还不到两万块 79年那时候 欢迎就是再回来 我家吃 品尝我家蛋糕的一个新的特色 就是蒜白菜跟布朗尼 也希望他看到报导后 或脸书上的一个学型 希望能跟我们联系 时隔30多年 黄逸熙已不记得名字 只记得京东师五营一连的辅导长 后来一些老兵还跟老板联系过 但始终无人可联系得上这位辅导长 但黄老板仍不放弃 希望哪一天这位辅导长 可以跟当时的弟兄重游金门 让他们品尝新开发的美味蛋糕 请不吝点赞